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月撩裂 撩裂是两种说法 首先是夜晚打猎 要靠火盆或火把 以前没有电灯 靠火盆或火把照耀 在夜晚打猎 这叫寥猎 夜晚打猎 照耀狩猎的场地 让野兽走出来打猎 另一种就是 在秋收之后 放火去烧的山林 秋收是正常的 是守法 是守法 秋收秋天之后 放火去烧山林 把野兽走出来 去打猎 这是两种 一个是夜晚的 要点火 点火把去照明 另一个就是 秋天之后 放火去烧山林 驱灯 去打猎 因为秋收之后 古人里面 又有一种叫做 遇兵于田聂 遇兵于田聂 透过田聂 作为一种 军队作战的训练 遇兵于田聂 如何布阵 如何驱赶 如何射聂 就是训练军队 作为战场上的一种 练习的 但是如果春天的时期 正如今生机旺盛 刚复苏的时期 你去打猎 就产生相性 屠独那些禽兽 甚至乎影响到农田 因为春天播种 你们拿去打猎 第一 伤害生灵 另外 妨碍了百姓的播种 两种是不对的 所以这是属于一种罪过 以鸭华 烧田为尿 这个烧是夜晚 夜晚的时候 夜晚 烧夜 尿照明 去打猎 叫做寮 郭坡的注 这个国时 即是郭坡 郭坡的注 这里是注解 看看有没有 郭与行是素 最初是郭坡 最初的注是郭坡的注 清代旅才是郭与行的素 郭与行好一何问 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郭坡的注是简陋的 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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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与行是很清楚 很有学问的 是萧田为寮 火田为寿 寮字 寮字 是自作寮 可能这裡有出错 要回去改 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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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翁的月令章句 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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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翁 是塞伯佳 塞文基 父亲 精通音律 不但 他寮字 寮字 寮字 他亦是历史学家 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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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不熟悉了,我本書是這樣 但原來這本書是不適合的版本 是不是誤盡創生? 幾年才考一次,你不一定考得到 今年的題目你可能認識,下一年你不一定認識 所以蔡翁寫了一個希萍石經 將十三經抄襲在石碑上 那些讀書人去到那個地方寫,抄襲 這個詩經是這樣,用這個字 真是逐一點去抄襲 那時初初仍有塔本,即是讓你在那裡抄 但抄襲得多,那個扁就會扁平,不准 別說他了,這些就是蔡翁好學問的人 但可惜就是生在亂世,就是受害的 他的解釋說,獵者折取之名也 什麼叫折取呢?就是 提早去打獵,叫折取 本來剛才我們說,在秋收之後 也是純回這個天地,就是春生夏長秋收東藏 春夏生姬的時候 秋冬是殺姬的時候 所以容許在秋後才去打獵 這是一種標準 但是現在說了,春月提早 提早在年初,故此就是折取之名 是滿足你自己的好聖心,開榮心 辭請田獵,令人心發狂 但你同樣是產生相性 所以提早去打獵,叫折取之名 春月有什麼問題? 昆蟲未植 经植,刚刚开始 他们有冬眠,叫植 还未苏醒,他还躲在泥土下 另外,那些动物可能刚刚是BB 或者是妈妈的肚子怀孕的时期 射杀了这些雀鳥、动物 可能是一师几名 有这些问题 在地上的昆虫,还未苏醒 还未经植 所以在礼记里面,皇制有火田之禁 上次我们说过,皇制里面有环保的戒条 不要说没有环保 皇制里面有规定 春天不准撒佛苏木,不准打猎 更不能够火田 就是去烧,烧那些田去趕那些动物出来 放火去烧,这样的田烈 有这种禁制的 另外,亦不射缩 亦,亦字 就是卓亦 射箭在箭尾绑着一条丝线 怕你射不住,马得收回一条线 收回一条线,就拿回一支箭,没有塞 这叫亦 那只猪不是寄在́闭眼睡 你才可以射 人家正复街睡,就等如是偷殺 是吧? 暗刹 所以他的规定 在射猎的时候,可不能偷闹人家在睡觉 睡眠合眠 或身體不舒服,警覺性自然低 你這樣射殺人家,這是不好的 這種規定是 火田之禁,亦不射縮 這是在眠外眠眼睡的事件 這是聖人誰愛之心 不過你!修不以時,就若霜天和 这个修就是修猎 就是大修 等于这个修 这个修一般是打猎 修是军队 是检视军队 就是考验军队的作战能力 不过有一个时间规定 就是秋后 所以这个火田说 大条道理是训练军队 不过训练军队也有时间限制 你随意出兵的时候 就不以时 不合意 叫做相天之和 产生相性 損害天地的生机 受損害天道生化之和 是不好的 田不以礼若暴天物 这个田是田叶 礼即是你也 即是不以时 又在杀生上 是放火去烧 连那些在下面的生命 都烧死了 除了杀生草之外 这个礼即是你 就叫做暴天物 暴天天物 产生相性 毒害生命的物体 撩裂不逆 管之所谓无道之君也 灵于物也 宜可忽诛 撩裂不逆 撩裂哪一种 撩裂就是放火去烧的 放火去烧 驱驱动物出来 去杀牠 去捉牠 筆液 筆是用谎 用填谎 填谎 这里是两个字一起用 液是用箭射杀 那条箭尾 绑着一条尸线 但这里是练用 强调重点在筆字 筆是填谎 我们捉野兽 用箭射 最多是一箭双鸟 都是两个 但用网 大小都捉了 筆是填谎 在注解里面有的 筆是网也 现在用毕业的筆字 用毕业的筆字 用毕业的筆字 从樸字边尽也 即学习去到那道地方 已经是完准了 所以叫毕业 在说文的筆部 筆是填妄也 现在姓筆的筆是填妄也 真正筆字 筆字 用樸字边尽也 另外 可以从走 走的筆是指行也 去到亭 五下落 叫做筆 这里是用妄也 所以识字很重要 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放火去打猎 和落网去捉 捉野兽 大小都痛了 所以捉鱼的填妄 有规定 捉大鱼 希望那些小鱼在里面流走 这些小鱼在里面流走 这些小鱼在里面流走 这是填妄 所以 古子说 用赶尽杀主的方式去狩猎 本知所谓 无道之君也 因为 推动、发动 去玩这些田猎的人 都不是普通人 在人家的田地里 亂踩 阻碍人的播种 插羊 普通百姓 感若不敢言 当然是人 無道之君 普通人去 怎能做得到 本知所谓 無道之君也 此权此世惑陷 凌于物也 而弗之 对于他们的生命 获得安宁 不可忽略 另一个 解释的卓字 解释的卓字 解释了 那字 撩字 一个是火字鞭 一个是虫犬字鞭 不是狗爪鞭 是没问题的 撩或作 撩两个字是相通 可以了 这两个问题 另一个是对北 恶麻 向着北方 来到 发恶罵人 北方是那些大神 居住之所 我们的天 上面有 立体上去 有九重天 越高的天 居住了越大的神 在上面 看着人间 据说 我们的地球 是少少傾斜 有一条地軸 一路绕着北極去旋转 假如地球 走快 走慢 或者 傾斜 多了 人间里面 产生 嚴重的天灾人祸 大神是什么 大神就是要看着 地球在运转 或者傾斜 度 有没有偏差 作出及时的 糾正和補救 举例来说 等于在 香港仔 水上乐园 有些吊车 包括大嶼山 有些工程人员 经常看着 那条钢纜 那条电车 那条纜 有没有高了 低了 立刻就要作出修正 等于这种作用 那些是专家 工程师 有他们的职责所在 这些大神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专是负责这种工作 看着地球 有没有移位走歪 显然这个地方 就不是普通的地方 所以《云级七战》里面有说 凡人向北拖马 凡这个是灰江神 向着北边 之前里面 包括那天的祖君也是一样 另外 今书的《先智界》说 貸向北拖 迅凡是两个神灵 破亏瀚下神也 王是王戏之所在也 原来 白边 向北聚拖 是犯了《破》 撑破 Parad Kind 原来神有十二神 子丑人有神,伍尾身有殊害 前面的上,后面的下神 每一个神都是一个大仙 向北拓触犯下神 同时得罪了北斗灰光之气 密宿尔也要特别小心 另外就是无故杀龟打蛇 无故 即是龟和蛇无得罪你的情况下 你去打他、杀他 这是长生相性 犯了一种禁忌 《有云急七战禁忌篇》 人凡一切,圈非如动 讀圈,圈非如动 不可故杀相选 至于龟蛇,而于他族 杀有灵者,或阴精害人 心当神战 知以从者,居于宰奴 出于全宫 南归却,而东归战 内蛇斗,而爱蛇死 皆能通缘黄,而见梦 父确责,以为神 唐属二十鹏,横租跨摩 雷妃其手,接见追迷 喜仁仁,知用心腐 统余之功,章于诛恩 徐侯之德,报在咸诛 涉位,作不善者反蛇 无故打龟,无故杀龟打蛇 龟和蛇都有灵性 特别是收盗的人 普通不可以吃鲤鱼之外 龟和蛇都不可以 那句说话,蛇更加是忌受 你看看刀蛇的事件 连皮都剥了别人的陰功 你说他被蛇咬了 但人杀蛇是什么样残忍? 剥了别人的皮才去吃 你说他是不是一定是怨愤? 军级七千说 人凡一切,圈飞蠢动 蠢蠢欲动,这个蠢动不是愚蠢 是蠢动的 凡是会飞的,会移动的 那些人说广东人什么都吃 除了有椅子不移动 他什么都吃 圈飞蠢动,凡是移动的 都会杀人 但是他说不可故意杀害他们 伤害他们,損害他们 即是有生命的问题 普通的问题 你别以为他们是低等毒物 众生平等 众生皆可成佛 特别是龟蛇之类 这些跟普通生命的物体 又高一点 有灵性 同时会有些大邪性 你看古宫里面 有龟放在门口搜 圆武将军 就是龟蛇 龟蛇跟其他的生命物体不同 他们有灵性 所以杀害有灵性 就有朝至阴精的报复 阴精害人 就是阴精主抽 天威六贼 圆武将军 有灵性 有力量 所以你们心当慎之 你知一个普通人 遇到这些高兽 你就反而不是他 他不是他 他最初没有犯你 你杀害了他 所以他向你报复 你的力量是远不及他 举个例子 知义从者 如何是灵性的地方 居于宰露出于全宫 首先 看看那个蛇 宰露 506 冤水的名字 是龟之所居 宋元军 夜半梦人 披法 窥阿门 如智 载怒之冤 如为青江士 何白之所 如者如追得如 先是那叫龟 根据庄司所说 那叫龟 他被人捉了 是零龟 他晚上报梦 就告诉宋元军 一个人 披法 在门口外面 放入你 他不敢进来 在元军的门口 房门 放入你 就告诉他 我是宰露地方 心院里面的一只龟 因为青江士 叫我去见何白 在中途中 被暴虞捉了 就希望你救我 他希望 元军国之人 尖支 神龟 被人捉了 是向他求救 一人 懂得报梦 另外 出自全宫 出自全宫 蛇 有蛇自全宫出 之下 不疾于角 一只龟 一只龟 另一只龟 另一只龟 一只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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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 蛇 南龟却而冬龟泉 龟有不同的级数 《易经》中提及十坪之龟 十坪之龟有两解 一种是龟的价值 直十寸的钱 一串串的钱 价值十坪 占卜用的龟 越贵的龟就越灵厌 金钱龟是龟苓高的 未必是真的给金钱龟吃 占卜用的龟 一定要用十坪之龟 不一样 龟有分为南龟和冬龟 南龟后面的尾部短 尾部短 东龟的壳在前面颈部份是长的 龟有分别 古人占卜 对那样用的龟壳是很讲究 所以对他们的认识比较多 内蛇斗而外蛇死 它本来是建于左转 内蛇与外蛇斗于正南门 内蛇死 他们用了一个故事 调转来用 讲郑伯两兄弟去争拳 其中一个输了出奔 这是一个典故 之前发生 人们看到两条蛇打架 屋外和屋内的一条打架 外蛇输了 左转里面的一条是输了 里面的一条要走 用这个典故 皆能通圆 王仪 见梦 读见 这些有灵气 当他受到损害的时候 可以报梦 告诉别人 还有 父确摘而为神 这个特别 韩非子 之前的歌曲 《归策列传》 《归策列传》 江氏的神龟 事于何至于全阳 被暴鱼佬捉了 放下龙 夜半归来 见梦于元王 读见梦 不用言梦 是见梦于元王 通过梦 希望元王去救他 另外 这个蛇的故事 举例 以后改名叫姿而子皮 令我侍奉 跟随田成子 这个是韩非子 未必读柯仁 田成子去齐 离开齐国 走而知焉 牵而子皮 父存而从 到底 人家出奔也好 田成子 是老板 你那个 就是黎儿子 在手下 所以 一辆车在前面 黎儿子皮 又承令 一辆车在后面跟 知道 这个大的一步的时候 子皮就说 你这样逃亡 一看 你是权贵人士 你这样走是不方便的 一定会被人伏击 去打击你 不如这样 你有没有听过那件事 子不闻 确贼之蛇乎 确贼 贼 蛇将耍 有小蛇为大所弱 子行而我除之 人以为蛇之行者 以必杀子 这里 你有没有听过 如何逃亡 蛇都懂 蛇 他住在一个地方 水干 确贼 我听过人说 他们种的龙眼 收成的时期 周围的草莲满了 我说 你不怕蛇? 他说不怕 蛇住在下面 在下面那里 高的地方 没有蛇 所以他们方便喝水 我学了 在深圳里 有人包了一块地 去种那些龙眼 丰收 我刚刚去到那里 看到他 我说 这里没有蛇 低一点就有 这样 这些水坑 蛇要喝水 住在下面那里 不会上到那里 这样高的 所以 这里 扩窄之蛇 那里水干 蛇都要走 扩窄 蛇将洗 一条大蛇 一条小蛇 一条小蛇 一条小蛇跟尾 就跟一条大蛇说 你在我前面 我跟着你的话 人只当你是普通蛇 不拼你就棋 必有杀子者 你见到蛇 打不打他 你这样走 一定死定 不如这样 不如 相陷父我已行 人以我为神君 你背着我行 大蛇背着小蛇 这不是普通蛇 不是普通蛇 不得只 以为你是神灵 没有人敢打你 于是乎 乃相陷父于月公道 人皆秘之 神君也 这个语言是否这么厉害 就不知道 蛇走佬的时期 都有这些 他只不过是拿个故事去证明 蛇龟是有灵性的 好 说到人里面 指美而我恶 以指为我上客 千成之君也 以指为我士者 万成之轻也 只不如为我写人 我们这样逃亡 我们这样逃亡 你是英俊 我就丑仰 不如以指为我上客 千成 即是角色调换 你英俊 你英俊 又一看 你就是帮助 一定是帮助 不如倒转 我丑仰 我做你的上司 你就跟着我后面 别人都以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 是普通中等的国君 这么丑仰 你极有限 就不多留意你 你和我便逃亡 就是反过来 以指为我的士者 你要跟 你是我的跟班 就是你做我的社人 那别人就不会触目 不会留意你 于是田成子 恩父传而徐之 听我说 至于逆女 逆女之君 代之甚敬 恩走而言 就比较低调 这个逆女 即是那些旅馆 逆者迎也 迎接那些旅客 代他们的神明 以为他们是普通的富贵人物 就没有那么张扬、囂张 如果摆一证出来 你这么英俊 有这么大的场合 去到高调的话 人家便会杀你 大家都逃不掉 反过来 用这些故事来说 这两件事都证明到 龟和蛇 异于他族 是有灵气的 是有阴症的 皆能通圆 王而见梦 赴阔宅而为神 好了 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这些龟蛇 躺属二十瓶 即是你和那些十瓶之龟是不同的 人家是十瓶之龟 你可能是一瓶两瓶 看不起你 普通龟一定博 躺属二十瓶之龟 横租跨摩 制成了龟灵糕 劏他莫寒 拿来吃 蛇方面 雷飞其手 接见追 蛇哪些蛇才是矜跪 两头蛇 上一次我们讲过孙宋敖的故事 孙宋敖见了两头蛇 认为是不长 便要杀他 普通不是两头蛇 但这些普通蛇 一定是见到人家 博了他 追 博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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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杀蛇杀龟 喜仁仁之用心乎 绝对不是一个有慈悲 有人爱之心的人 所做出来的事 以前最喜欢冬天吃蛇羹 吃野味 现在不敢 知道有毒 不敢 这些随便杀害他们的人 都不是一种人人的容心 下面又举一个 有报应有善报的故事 孔如之公 将于朱印 随后之德 报在咸珠 涉为作不善者反善 举两个例 分别 一个是救龟的 一个是救了蛇的故事 莫得善报的 孔如之公 主于张住 515 沟稷先延传 读沟稷 不许沟稷 沟稷 沟稷之公 沟稷先延传 說說當地利賢者,孔儒 孔儒自敬康,潰計山陰人也,記得讀潰計 以討懷日有功,就封鱼不停的封喉 未封喉之前,曾經經過鱼不停的地方 在旁邊停旁邊見到有些人賣龜 有個龍裝著龜在路邊賣龜 他好心,買了龍裡面的龜 放在溪水等他走 龜有靈性 龜游到中樓,河中間 他還會反過來,唸獨獨 唸唸,唸唸 看回這個孔儒 表示感恩 到了封喉時期 就拿印章去印 印章是代表官階 大世、容貌都有分別 印章是代表官階 你看過劉關章的聖像 旁邊有個印 皇帝有個印 這個印是代表你那個階級 黑 不封喉時要黑那個印 不是用開那個,現在你級數不同 是用那個新的印 鱼鱼的時期 因為住後印的時候 明明 那個印章 是住在右邊 但是整好之後 那個頭都還是向左邊望 整過三次 都是這樣 那麼神奇 於是印章的師傅就告訴你 我和你做幾層功夫 我做完一次又一次 本來是向右望的 變了向左望的 他後來想回你 想回你曾經試過 我救過這隻龜 這隻龜走了時 再三向我 回頭來望 就是這件事 章於那個 住印的時候 這個章是章顯 孔如之公 救龜之公 何時才見呢 是見在住印的時候 才章顯出來 有善報 這個章是章顯 隨後之珠 報在咸豬 他救了那條蛇 516 收神記 乾寶收神記 隨後之珠 隨後一次出行 在路邊 見一條大蛇 避傷中斷 一條腰 被斬斷 這條腰 被斬斷 他好心 二其靈異 找藥 幫他敷著傷口 敷著傷口 此人以若封之 蛇乃行能走 封了之後 蛇就走了 過了年紀 雖如 蛇含明珠 以報之 隨後之珠 單粒明珠 報答他 那個珠差不多成寸牆 敬寸 敬寸 順白而夜有光 夜明珠 如月之照 秦始皇拿到墓 照明 不用用燃料 可以觸失 隨後珠 靈射珠 慈禧的時期都有 靈珠 放在墓室照明 後來去了哪裏就不知道 慈禧的墓被人 開來掘 第六章 我想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